各位好,我是彭惠生 港股今天的走勢比較反覆 早段時間曾經跌過120多點 但指數由低位反彈 最主要是個別股份下跌之餘 大部分股份包括一些傳統類別股份 甚至是汽車類股份都是做好的 抵消了就因阿里巴巴觸發到的 新經濟類別股份的下跌 以整體的成交來看 今天是1900多億 顯示著,股額其實都比較沉重 尤其是新經濟類似的股份 整個下跌模式似乎在短期內 未有能力扭轉過來 最主要是大家擔心中央除了限制互聯網金融活動之外 亦會加大力度去規管一些跟壟斷相關的行為 所以都會令大家擔心一眾的金融股 又或者是新經濟類別科技的龍頭 都會受到影響 而現在看回恆志 大部分投資者都會暫時立場 亦都不會在這個時間內加新倉 所以整個市場在短期內 基本上是沒有方向 不過可以這樣去看 近來一眾的新經濟類股份下跌下 傳統類股份又開始做好 而且這一堆的傳統股來講 他們的股值都不是貴的 有機會可能在未來的一年 他們的股價是逐步上來 達到恆志就能在2021年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